恒大奖励政治等三国脚奉行国家利益制上堪称中超榜样 凤凰王体育训随着25日凌晨 国族与伊朗的对战落下帷幕 19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国家队结束了所有比赛 国脚们纷纷回归俱乐部 1月27日上午 恒大国脚亚洲杯总结会举行 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夏海军出席了会议 恒大集团副总裁林曼俊 恒大淘宝俱乐部总经理高涵 以及33名教练球员参加 并一起重温了恒大国脚八项规定 总结会上夏海军向政治 告临张林鹏等国脚转恒大老板许家印的赞扬和慰问 并为政治 告临张林鹏三位国脚颁授了恒大国脚国家队比赛拼搏奖奖牌 俱乐部在关于对政治等四名国脚的奖罚决定的文件中称 三名国脚充分发挥了顽强拼搏的精神 为中国男足国家队晋级八强做出了贡献 同时调冯萧婷到预备队 此次亚洲杯政治出战320分钟 张林鹏出场360分钟 告临上场380分钟 并在中泰对决中亲自操刀打入反超球取胜 表现可圈可点 总结会上恒大淘宝俱乐部下发 关于对政治等四名国脚的奖罚决定并重申 恒大国脚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将国家队的训练及比赛摆在第一位 希望各位球员牢记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牢记恒大国脚八项规定 以高度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荣誉感 刻苦训练 奋力拼杀 为国争光 近年来 恒大作为输送国脚最多的职业俱乐部 一直在国家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脚大户表率作用的背后 其实是对社会各界关注足球发展的回应 更是一对中国足球崛起怀抱的责任感 正如郑智在获奖后提到的 作为恒大国脚 在代表国家出战的每一场比赛中都倾尽全力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无论何时国家队需要都将一不容辞 自从恒大在2013年颁布恒大国脚八项规定后 这已经是第六次为国脚进行嘉奖 前年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杯12强赛结束后 就奖励了包括郑智 高林 张林鹏 于汉超等七名国脚 再往前推 16年试预赛最后一场 成功击败卡塔尔之后 当时的进球功臣黄博文等四名国脚 也分别获得奖牌 据统计 六年间 恒大俱乐部先后对恒大国脚奖罚共29人次 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是球员从事足球运动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是通过明确的奖罚措施来保证的 在这一层面上 恒大花了功夫研究 许家印曾亲自召集恒大集团智库 恒大俱乐部教练团队 以及国际足球专业顶尖专家 通过职业化运营与公司化管理 亲自制定 亲自签发了恒大国脚八项规定 这份文件针对俱乐部所属国脚 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的荣誉奖罚 违规处罚等方面 进行了细致的明确的规定 包括全程考评恒大国脚 在国家队期间的训练及比赛情况 末位必罚 又如对违规球员重罚言半 开创了对国脚除国家队之外的双重监督管理 重奖重罚 奖罚分明的管理机制背后 是恒大集团从严管理的企业文化 恒大建立了一整套球员为俱乐部 国家队效力的赏罚机制 并且球队一视同仁 没有大牌球员直说 孔卡 告林在联赛中违规照样受罚 曾成 黄博文等为国家队立功马上中奖 因此成为中国足球 真正实施职业化高校管理的典范 也获得了其他俱乐部的效仿 此次对于政治 告林 张林鹏三名裹角进行嘉奖 调冯萧婷到预备队再一次 印证了恒大的严格管理 赏罚分明是言出必行